最恨的就是民进党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国台办在星期三的时候 他说这个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工作者 然后呢他说所谓这个就是蔡英文的路线呢 就是走台独的路线 对抗的路线害台湾 然后是让台湾造成兵凶战危 说如果那个就是说他希望广大的这个台胞 认清民进党台独的路线以及危害性 然后呢在这个两岸关系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中共的选择就是让台湾2300万 就是台湾人民就选中共去管理和治理这个国家 对吧 是的那真的是上次这个拜登那个见习近平的时候 还警告过中共不要介入这个台湾的大选 那刚才看到无论是这个国台办呢 还有这个中共的军事啊 以及包括在网络上还有中共的水晶 其实一直都是在干扰这个台湾的名义 其实我们看到包括我们知道 就是有很多那个台湾的留学生在大陆上学 就连留学生都是说老师说你回去以后 你要去到这个国民党 真的这个这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导哥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台湾的前总统就是马英九嘛 接受了一个德国之声的这个采访 我觉得这个好让全世界人都都都都都经得目瞪口呆 因为我们知道国内人从2018年2019年和2020年 一直都在讲到这个卖台贼国民党 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听到从他自己的嘴里说出来 说习近平呢他不是独裁者 而且呢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和平 我们要靠这个习近平 哇这个这个当时您听了以后什么有什么反应 我当时就觉得就他真的是敢说出来 就是就这种话啊 国民党都说他是猪队友 猪队友 但是实际上你说他这个说的的话 实际上跟他做的言行是合一的 就过去他说不管在任还是卸任以后 在做推动的这个工作 实际上就是他今天在采访的时候说的这个 他就是要去推动两岸去统一 是吧 他就要把台湾送到共产党的回报里去 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是的 所以这个马英九他然后他还说反正这个中共 他们有军事有多么强大 我们肯定是打不赢的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跟这个中国共产党要和谈 我们才能够换取和平 所以后来就就像您讲的 连国民党都说他是猪队友 后来侯友宜也是跟他 对赶快切割 好嘞